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透過《華爾街日報》和《日經新聞》 和大家跟進下今天你必須要知道的國際新聞大事 Fortune Inside明白廣大市民對高質素科技、金融、政治資訊有極大需求 因為各位讀者提供全年字底訂閱優惠 只要以電郵策成為Fortune Inside Prime免費會員 並輸入優惠碼Net 2023 即可以500港幣訂閱《華爾街日報》一年會值 又為詳情,請留意這條片下面的影片簡介欄 首先,iPhone 15可能在蘋果公司首次拿下全球銷冠 再頗顯沉悶的智能手機市場 蘋果公司AppleIn Apple可能做到之前從未做到的事情 據Counterpoint Research分析師稱 這家消費電子巨頭有機會在今年結束時 首次成為全球智能手機出貨量的領頭羊 消費者繼續延長持有智能手機的時間 這次Counterpoint團隊預計今年整體出貨量 將下降6%防止11.5億部的原因之一 這將是10年來的最低水平 Counterpoint北美研究總監 Jetfield head著一份新聞稿中原 但我們對第四季度充滿興趣 因為iPhone 15上市 是運營商搶奪高價值客戶的一個窗口 由於目前有大量的iPhone 12用戶到了升級換代的時候 促銷活動將會非常積極 這將使蘋果公司處於有利為置 Counterpoint指出 高端智能手機的市場份額一直在上升 並稱中國是這一趨勢的主要地區 蘋果公司專注於高端市場 預計將在9月份首次推出下一個產品系列 即iPhone 15系列 並可能在當月晚射時候或10月初開始銷售 根據Counterpoint的預測 蘋果公司與銷量冠軍補助的距離 將時該公司有史以來最近的 Fieldhack語 我們所說的差距幾乎就只是幾天的銷量而已 他表示 假設蘋果不會像去年那樣遇到生產問題 目前來看勝負真的只是毫離之間 另一宗新聞 中俄力推金磚國家擴容 印度、巴西態度辭異 中國和俄羅斯正在推動擴大 新興經濟體集團、金磚國家的成員範圍 以制行西方的影響 不過該集團中的其他國家 卻不願接納伊朗和古巴等新成員 擔心這樣造可能會疏遠美國、金磚國家 包括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南非 關於是否以及如何擴張的爭論 可能會在該集團至新冠疫情以來的首次領導人峰會上 據特出為止,巴西和南非的總統、中國國家主席 以及印度總理將從週二開始出席 在這裏舉行的會議 俄羅斯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 原定出席會議 但國際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因普丁涉嫌在烏克蘭犯下戰爭罪 而對其發出了逮捕令 如果普丁出席會議 國際刑事法院成員郭南非 將不得不逮捕他 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Sargei-Levab將代他出席 普丁預計將在峰會上發表線上講話 金磚國家最初被歸為一類 是因為他們在經濟增長方面存在相似性 如今這寫國家全球經濟總量的四分之一強 同時人口約世界總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二 該集團的區模龐大 但各成員在政治和安全問題上的不團結程度也同樣巨大 其中就包括與美國的關係 不僅如此 這五個國家在治理體系和意識形態方面也大上徑庭 抗運可能會使這些分歧大大加劇 一旦抗運 中國很可能會獲得新的途徑來行使對發展中世界的領導權 尤其是如果該集團的威權色彩越來越濃重的話 俄羅斯因烏克蘭戰爭而被世界其他許多國家孤立 該國也支持金磚國家抗原 特別是將非洲國家納入其中 目前俄羅斯正在非洲大陸開發新的市場和盟友 以減輕西方制裁的影響 南非比勒塔利亞智庫安全研究所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高級研究員 佩奧善悦 中國和俄羅斯認為 這是世界秩序中的另一極 包括巴西和印度在內的其他成員國 則對抗擁持更加遲疑的態度 分析人士稱 印度和巴西可能更希望在吸收新成員之前慎重考慮 他們都擔心抗擁後的金磚國家可能會與西方過於對立 進而破壞該集團的穩定 他們與中國和俄羅斯合作的主要動機並不一定示出於 贊同中國和俄羅斯的觀點、聲樂 他們只是想在世界舞台上追求自己的戰略自主意識 今年金磚峰會主辦國南非以公開表態支持抗擁 但與該國在金磚國家裡體量最少 遠遠低於其他成員過 分析人士預計 南非在實際行動中對於增加更多成員 尤其是非洲成員將會拖拖拉拉 因為擔心抗擁會削弱自身在金磚國家中的整體地位和重要性 如果現有成員不能就未來之路達成一致 那麼金磚國家想要打造一個願意與七國集團 這七雙抗衡的聯盟 並藉此來引導對美國及其盟友的不滿和反對的能力 可能就會受阻 據南非金磚大使阿尼爾蘇克拉爾 目前已有二十多個國家正式表示有意加入金磚國家 另有二十來個國家以非正式地表達了加入 已向南非的國際關係部長潘多爾 有意加入的國家包括阿聯酋、沙烏地阿拉伯、阿根廷、伊朗、 尼日利亞和古巴分析人士表示 潛在成員主要看重的是金磚國家的政治影響力和經濟影響力 包括進入新開發銀行New Development Bank的機會 新開發銀行是金磚國家於2014年成立的一家多邊開發銀行 是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傳統西方金融機構之外的另一個選項 新開發銀行已經批准了總計300多億美元的貸款 用於金磚國家和其他新興市場國家的發展和基礎設施項目 據華爾加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在6月的報導 自俄烏戰爭爆發以來 新開發銀行一直難以籌集美元資金來償還債務 自去年以來金磚成員國一直在內部討論抗容的指導原則 標準和程式 自2017年以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一直在推動金磚抗容 促進該集團發展壯大並在去年舉行的金磚領導人影片峰會上發表講話時 重申了這一呼籲 習近平稱引入新鮮血液將為金磚合作帶來新活力 也將提升金磚國家代表性和影響力 在此是約翰奈斯堡金磚峰會之前 北京方面已在繼續推動抗容進程 週日中國駐南非大使陳曉東在中共官方媒體《人民日報》上寫道 眾方歡迎並期待志同道合的夥伴們早日加入金磚大家庭 但巴西和印度很可能會吸這種熱情潑冷水 印度金達爾國際事務學院 Gindal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教授兼院長Shriram Collier 表示 印度不希望在中國的推動下打開閘門 這會讓受中國影響的成員在數量上巨多數 最終劫持金磚國家集團 而今為止金磚集團一直是一個民主團體 所有成員國在決策上 都有擁有平等的發言權和份額 由中國推動的金磚擴容 恐將危及金磚集團 基本的民主架構 最後遠銀旗下Arm申請上市 了張遞做2023年最大IPO 英國半導體設計公司Arm RTD以遞交民建 開啟一張料將成為今年以來 區模最大IPO的交易 該公司載相關文件中表示 上一財季利孕下降超過50% 目前有數十億計的電子設備 用Arm的電腦設計 Arm上條料對其整體業務的高預期 但面臨著近期的市場挑戰 智能手機是Arm電腦設計的一個核心市場 而來自國際數據公司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 簡稱IDC的資訊顯示 最近幾個季度智能手機銷售已放緩 其中第二季度下降7.8% 暗載截至6月的財季 實現收入6.75億美元 這低於上年同期的6.92億美元 該公司披露 當季靜利影減少於一半至1.05億美元 Arm是全球最重要的半導體企業之一 客戶包括蘋果公司Apple Apple 高通公司Qualcomm Commerce Micro Delicers AMB等 這些公司的部分晶片依賴Arm的設計 在晶片行業 Arm一直扮演中立角色向各方提供自己的設計 不偏向於任何一家公司 Arm的目標市場 是包含處理器 用於智能手機、個人電腦、電視機、服務器、汽車和網絡設備的晶片 該公司載題交給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簡稱SEC的一份文件中稱 這個市場仍會以每年近7%的速度增長 到2025年底 規模達到約2470億美元 Arm的收入目前緊佔晶片行業總收入的一小部分 打暗表示 預計晶片設計的成本和複雜性將會增加 這將使我們獲得相較於每塊晶片的總價值而言更大比例的專利使用費 在與投資者會面後 限定於下月在納斯達克上市 出於對通脹、股價和經濟增長的擔憂 IPO市場已經歷了多個月的沉寂 而此花Arm的上市 將考驗對IPO市場剛剛復甦的興趣 遠遠在公告中證實 其在8月份以161億美元從其下Fission Fund 手中 購買了該基金所持Arm的25%股份 理論上說 這筆股份收購交易 意味著對Arm的總股值約為640億美元 但軟銀在公告中謹慎告知投資者 該收購價格可能並不表明 也無意反映對IPO後的Arm價值的預期 個人電腦PC和智能手機的需求 曾在新冠疫情期間急劇上升 但最近幾個季度已經回落 這級晶片行業帶來了壓力 不過,高管和分析師們預計 數據、輔算力相關需求的長期激增 將在未來10年推動晶片銷售升到新高 知情人士透露 軟銀正計劃將安約10%的少數股份上市 軟銀將保留其餘股份 對的公告稱 IPO所得款項將全數歸軟銀所有 過去20年內 Handic電腦設計和基本晶片架構 在智能手機中已是無處不在 該公司將這些設計和架構出售級晶片製造商 尤其整合到成品晶片中 近年內 該公司以將業務範圍擴展到其他功能更強大的晶片 最近的人工智能熱池更是令其如虎添翼 有望帶來新的銷售商機 該公司再提交給SEC的公告中說 上一財年 基於合架構的晶片出貨量超過300億火 比7年前增長了70% 晶片製造商 英偉達 NVIDIA NVIDIA今年早設時候 製身估值超過1兆美元的小數幾家公司之列 得益於該公司晶片 被用於創建強大的生成式 人工智能工具的優勢 如OPEN AI的CHETGPT 英偉達目前在其即將推出的1設 功能最強大的人工智能晶片中使用ARM的電腦 3年前 英偉達曾試圖以400億美元的價格收購ARM 暗載提交給SEC的文件中稱 基於其技術的晶片已經在數以10億計台設備上進行AI工作 包括智能手機、相機和汽車 未來,該公司將更加專注於如何以更快速度 更低功耗來進行這項工作 由於區模龐大 暗的IPO將受到投資者密切關注 該交易將進一步印證 近期IPO市場的復甦是否可持續 在暗上市前 連鎖餐飲企業Cargroup 直接面向消費者的化中品品牌銷售商 Ordity Tech Corp先後於6月和7月成功上市 但IPO規模比ARM要少 預計年底前還將有其他一些大型IPO 其中包括食品雜貨配送公司 Instacup和鞋裡製造商Burkenstock 由於美國與中國之間互不信任 ARM對中國市場的大量風險闖口 可能會引起投資者對其IPO的關注 該公司載題交給SCC的民建中稱 在最近一個財政年度 ARM收入中有大約25%來自中國 這使其特別容易受到 中國相關的經濟和政治風險影響 ARM表示 預計來自中國的專利費收入將出現下降 並表示 由於中國的經濟問題和對華出口管制 這方面的收入已經在放緩 上週 中國監管機構未批准應特爾 以50多億美元收購以色列晶片代工商 Tar Semiconductor 的計劃 這表明 中國有能力干預美國晶片產業的發展 中國未與放行導致兩家公司放棄了 ARM還表示 該公司前五大客戶在上一財年 貢獻了約57%的收入 這使得ARM特別容易受到任何行業放緩 貿易保護和其他政府政策條整或 可能相及該公司設計需求的不利動態的影響 此次IPO將SARM第二次上市 該公司曾於1998年在紐約和倫敦兩地上市 當時ARM設計的電腦在澎湃發展的手機晶片市場 得一直之地 ARM直到2016年被軟銀收購之前 一直是上市公司